金山国小因为海风吹 厕所、天花板、青钢架生锈 而天花板的隔板甚至都锈拾到 看不出原本的底漆是白色 另外厨房排放的废水 也因为地势、高地落差、排水不良 造成厨公阿姨们每逢大雨 或是排水量大的时候 都有清洁环境的困扰 所以19号上午 市医员张景豪就到现场勘查 要协助用配合款改善校园设施 金山国小靠海边校园内的设施设备 长期海风吹拂之下 总会有袖石或是损坏 近来也发现校园中的18间厕所 天花板青钢架不但袖石 就连原本白色的隔板 都被侵蚀到看不出原本的颜色 还有校园的厨房排水 也有不良的问题 为此市医员张景豪 今天也来到校园中了解 要协助学校设备修缮与改善 我们的天花板常常就会是 所谓的袖石 还有它的青钢架也是秀石 所以我们希望这一次能够把它拆掉 那露出比较明亮的 然后我们经过这个游戏之后 然后再加装LED灯 用最简单的方式的话 去达到明亮跟清洁的效果 第二个话是我们的厨房 因为长久以来 因为地形的高地差的关系 所以我们的厨有时候排不出去 就会溢到我们这个铺面上 那常常会造成这个环境卫生的问题 所以我们这次也是希望就是说 能够在这边的话加装一个解油槽 并且降低这个高地差 这样子的话 让我们的环境的卫生 包括这个厨房的阿姨们 他们就不用花那么大的力气 常常在清洗这个地板 机上国小厕所天花板清钢架 都已经生锈 还有照明也不够明亮 学校也希望将清钢架拆除之后 要将原本的水泥墙重新上漆 并按上LED的灯具 改善海风侵蚀与光线不明等问题 而出风排水部分则是因为排水沟地 是有高地落差 每逢下雨或是排水量大时 总会满意 即使安装抽水马达效果还是有限 清理环境问题也让学校感到相当困扰 厕所的照明跟卫生环境以外 还有我们的厨房 它的一个排水 废水排水 如何让它排到节流潮 之前一直 学校一直有很大的困扰 一直没有办法把那个废水排到 顺利的排到该排的地方 所以这一次警察来观察之后 有协助学校 用自己的建议款 58万来协助学校 改善它的厕所跟厨房的排水设施 比较缺乏资源的小学 我们都会用警察的资源去跟市政府争取 都会来用心积极地来帮学校 在一并勘察了解状况之后 厨房排放废水沿里 在靠近排水口的低挖处 先行施作节流潮增加排水量 再将废水与厨余分离后 变成纯废水 才排向厨房后方的管线 而厕所的天花板也将在四月提计划中 一起来改善 将运用市议员的配合款 要让金山国小的如厕环境变得更舒适明亮 而厨房排水设施改善 也让厨公阿姨们不再需要 为了清扫厨余与废水而困扰 记者 廖平函 金山采访报道